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庆敬祂 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祂是配的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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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ba S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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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是圣洁 主耶稣是圣洁 主耶稣是配的 我主全然美丽 我灵所爱慕 主耶稣是圣洁 主耶稣是配的 我主全然美丽 我灵所爱慕 主耶稣是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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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e for the lord is holy for the lord is worthy 主耶稣是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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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enser 我主全然美丽 我灵索爱慕 主耶稣是圣洁 主耶稣是陪的 我主全然美丽 我灵索爱慕 主耶稣是圣洁 主耶稣是圣洁 我主全然美丽 我灵索爱慕 我灵索爱慕 主耶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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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也祝福 我都不出场 主耶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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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情地望著你 你也目的我眼 融化我的心 而從你眼中我看見 我是全然美麗 你微柔的笑顏 坦然我的心 全心地祝使你 全心地祝使你 深情地望著你 你也目的我眼 融化我的心 從你眼中我看見 我是全然美麗 你溫柔的笑顏 坦然我的心 看能是我 倆人 轉身遠離 而來 他的溫柔 是我為 led 他设生命 为我赎家 听而示他 设你 主动了我的心 深言一声 言相遇 深深相爱 永不分离 我要起来 与你同去 你我可以 往天间去 与你同温 葡萄圆中 我在那里 将爱情给你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恳求 主啊 带我们去经历 主啊 前所未有的爱 将我们能够信起来 以你同去 主啊 将我们的眼目注视在你的身上 主耶 将我们的心完全被你来得着 主耶 主啊 我们清早起来 就是要寻见你的荣耀 就是要寻见主你的爱 就是要寻见你的荣美的笑颜 主啊 主啊 来融化我们的心 主我们的呼求 来融化我们的心 来融化我们的心 超过一切的呼求 主啊 主啊 让你的声音触摸我们 使我们以你相爱 永远不分离 全心的主是你 神情地望着你 你也目的我愿 荣华我的虚 从你远中我看见 我是全然美丽 你温柔的笑颜 淡然我的心 可能是我两人穿山远离 而来他的温和 是我为的他设生命 为我输着听而示我 神音触动了我 地心深烟一生 你温柔的心 你想象欲 深深相爱 永不分离 永不分离 你我可以 当天见去 哦 与你同玩 初逃演奏 哦 我在哪里 将爱情给你 哦 与你阿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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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你是圣洁 耶稣 你是陪的 我足全然美丽 我灵索爱慕 耶稣 你是圣洁 耶稣 你是陪的 我足全然美丽 我灵索爱慕 耶稣 你是圣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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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灵索爱慕 我灵索爱慕 我要起来 耶稣 与你同去 耶稣 你我可以 你我可以 耶稣 往天前去 耶稣 你我可以 主啊,我讨厌中,我在那里,将爱情给你。 让我们转转地注视在耶稣身上,今早上,让我们不禁一人只见到耶稣。 今早上,甚至任何的课程都不能取代耶稣。 全心底就是你。 神情地挽着你。 你烟幕的火焰,融化我的虚。 你烟幕的火焰,融化我的虚。 你烟幕的火焰,融化我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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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 声音 触动了我 敌讯 舍念一生 愿相遇 深深相爱 永不分离 我要起来 与你同去 你我可以 往天前去 我与你同玩 葡萄眼中 我在哪里 将爱情给你 我在哪里 将爱情给你 神的主 我们要谢谢你 主 你悦纳我们所有的敬拜 你悦纳我们所有对你的失恋 主 主 我们思念你 我们爱慕你 主 我们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 让你的香气飘扬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 让你那新酒淫逸在我们中间 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主 今早上主 我们就单单来思念你 主 在以下这段时间里面 主 生灵的火焰烧在我们里面 全所未有的烧在我们里面 直到我们的眼目 主 完全被你夺得 谢谢你 主 让我们全心地注视你 主是那真正爱我们的主 主是那真正爱我们的耶稣 主 的主 主 我们爱你 主 主 我们爱你 主 谢谢你在今早上主 让我们能够再继续在这个地方 祂来爱你 来回应你的爱 咱们感谢你 奉耶稣 祂的名字祷告 阿伦 可能在这时候 我允许几位 来开口来祷告 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爱 让幸福在这时候来回应主 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回应 祢的爱情全然美丽 爱情的甜美还有咸多的吗 主啊爱情的享受里面 我们把爱情给你 主啊在那里我们的爱情也更坚固 主啊那像深渊一样的爱情 就在葡萄园间 主啊与你发声回应 和你的感恩今天早上的敬拜 让我们都敬论在你这甜蜜的爱情里面 主啊爱情使我们坚强 爱情也使我们双腿双脚都有力 爱情也使我们眼睛明亮 主啊让我们的心全然的被你得着 然后我们在葡萄园里在田间 把这全然美丽 全然全新的爱情给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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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耶稣今天早上 主 你们被告起 你的名在全地而起美 主啊 今天早上我们愿意 主 你的爱 我要今天早上 主 我们能够在这个 这个大美敬拜当中 能够享受祖女的同在 我也感谢祖女的爱吸引我们 来奔跑来跟随你 我们知道在爱中 祖女要减选我们 奋备为圣 捷径我们 祖女更加 能够更加的亲近 贴近祖女的心里 能够跟祖面对面相 祖我们知道 祖我们也是不配的 但借着主祢的圣洁 借着主祢的爱 好 叫我们能够 谈到无际 前辈自己来到祢面前 来欣求主 主啊 祢就是我们的 幸福 好 叫我们 在这一个 可慕 敬畏的心来到主祢面前 来仰望 来欣求祢 主啊 祢的爱情是无价的 永远是利 我们也祷告主 今天早晨 主祢来洁净我们 奋备为圣 让我们知道 在主里面有宝贝 我们知道 主我们是言是不配的 但借着主耶稣 祢的输救 让我们能够在主 祢的面前成为主 祢的恩怡 成为贵重的亲民 淡淡来爱祢 淡淡来跟随祢 淡淡来仰望祢 享受祢的同在 主我们一生也不甘 不忘记主祢的和恩 主我们也祷告 相信主在今天早晨 主祢要洁净 圆敏我们 使我们常常的眼目 定情在主耶稣身上 圣灵啊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习惯 洗净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行为 保守我们过祢所欲悦 圣界的生活 我们知道这一切 唯有主祢的爱能够帮助我们 唯主祢的爱能够引导我们 唯主祢的爱能够 建顾我们 使我们信心在主里面 永不舍弃 我们感谢主 祢的名字 何等的奇美 祢的名字 在前地何等的奇美 全然要赞美来敬拜祢 我们感谢祢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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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宝贵的 祢啊 祢所留的宝血 再次的洗净我们 是我们得罪 我们在这时刻 主只想要来赞美祢 我们只是想要来敬拜祢 在祢的宝座前 我们只是想要来爱祢 主 我们的信主啊 要再次的把我们自己 带到祢的面前 来赞美祢 我们的一生 就是要来可怒 亲近祢 主 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要继续的在祢的脚前 来爱祢 来爱祢 主 在我们柔美的爱里面 今天主啊 我祷告 主 让主 祢的爱 这个的慢吃 从我们的帕子 从我们心中完全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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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能够被父神的爱 耶稣基督的爱 完全的来拥抱主啊 谢谢耶稣在今天 主在这世界里面 圣灵来对我们说话 赞美感谢祢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的 在雅各这个主题里面 继续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 你知道 坦白说每一次 当我们叫雅各的时候呢 我都发现一样事情就是 神都是把祂爱更多更多的 浇灌在我们当中 学习雅各这个课程 或者这个内容 你要偏重于在 你在情感上跟神的连结 很多人都是非常理性 他知道 但是我们人是 其实是非常有感性的 神照我们去体验爱 爱是虽然有理性的层面 有意志的层面 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 是在一个感性的部分 很多人对着世界 都有很多的情绪 但是来到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 却被那环境 被我们的所有东西所包着 没有释放出来 或者被扭曲 就比方来说 有些人 你有很严父或者严母 或者你有全病伤害 到最后呢 你就发现一样事情呢 你就发现 你就很难去接受天父的爱 是 我们有些时候 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天父的爱 因为我们看见地上的父是如何 但是今天 让我们在这课程里面 让圣灵 来带我们进入到耶稣的心肠里面 今天在第三堂里面 我们要继续来谈 这个叫做 心腹观 the paradigm the bridal paradigm and life vision 你知道有些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 就是 我们 像上次我所讲的 我们看东西 我们感受东西 只要不是从一个 心腹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世界角度去看 所以 除非我们真的能够明白 到底这个心腹呢 在这雅各里面是怎么看这个世界 怎么定位这个世界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很难去明白 神的心意是如何 我们就会把这个世界的秩序颠倒下来 首先 我们先解决几个很重要的经文 其实就是雅各的第一章的前面 四节的经文 咽他用口 以我亲嘴 我们上个星期说到 口是代表神的话语 应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糕有辛香 你的鸣如倒出来的香膏 谁众同你都爱你 若你信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社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颂赞你的爱情 甚至颂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我会认识 英语 这是KINGJAMES KINGJAMES And rejoice in you And we will remember your love more than wine OK 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一样事情 就是心腹的这个观点 那心腹的观点 是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透过怎样的镜框 怎样的镜片呢 如果你的镜片是蓝色的 你看到世界都是蓝色 如果你镜片是粉红色的 你看世界就是粉红色 那透过一个心腹的观点 我们来去看到这个世界 去诠释这个世界 那有些人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信是信耶稣的 说是得救是得救 但是他看世界还是老套的 你看世界 还是非常世俗的方式看世界 自然而然的 你要叫他爱神 他讲 好啦好啦 你要我做什么 就证明爱神 你要让他说神的爱很重要 他们没有办法去明白 因为他这个世界的观点 就是在于能够赚取 能够得到这个世界 除非神引导我们 从一个被耶稣这位新郎的荣美所吸引 被他的这个爱的喜悦所充满 这个心腹眼光去看神的国度的话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叫做工作狂 或者是个奴隶 It is either a slave master God is a slave master 就是上帝是一个奴隶的主人 或者我们就是一个工作狂 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成就 在事工上的成就 来取代神 好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谢谢 障碍出去 感谢神 好 这样 神引导 神在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心腹的 这个的观点里面 是好让我们能够 就是能够用神的眼光来去看这个世界 然后呢 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呢 就是神正兴取一群呢 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发现有一些 基督徒呢 他们会有一种想到就是 哇 某个人很有恩高 某个聚会很有恩高 我告诉你 如果说的是很真实的话 我就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几个大牧师中间讲的故事 常常听到都会记的 就是 那朱子生牧师 朱子生牧师 台湾 台北这个正道 以前台北正道教会的主人牧师 他跟叩扫牧师 常常有这个交谈 就是叩扫牧师会问他 我怎样能够感受到圣灵的恩高 这样感受到圣灵的恩高 我看你们 我突然间 我圣灵祭祷 因为叩扫牧师是比较属于传统的背景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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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 他就很好奇 然后 这个 我感受不到圣灵的能力 击打我 看你们倒地上又抖 这东西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 神给我话语 那朱子生牧师说 如果你真的要感受到圣灵触电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另外一种方法 把手指插在电插中 就充电了 他说 你已经有神跟你说话了 你还需要这些触电 这个什么 sensation 这个身体那种感觉 来干什么 所以 我从这几个大牧师里面 他们谈的话语里面 我就发现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What is really? What is needed? 我们的注重点 是不是那个彰显 我们注重点 是不是那个感受 还是我们注重点 是神的话语把我们改变 我要跟朱子妹们说 我们的注重点就是神的亲吻 神话语的亲吻 有一次当我在一个祷告会里面 你知道吗 很奇妙的 就是神就是给我一句话 他说 他就说一句话 你们的义好像破烂的衣服 就一句话罢了 我就在那个祷告会里面 那个祷告有几个人罢了 四五个人罢了 就哭了嘻哩哗啦 我的义 其实只是破烂的不 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 谦卑我自己 然后每个人吓到 怎么一句话里面 而且还不是我们主题的话 突然是神的话 他就感觉神的灵 正在动工在这个人身上 你知道我们要的就是 神坏的亲吻 他那一句话 亲吻在我们里面 就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心 Amen Hallelujah 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要坦白说 我要说一件事情 尤其说我们就会 不明白 原来 神话语是那么的重要 你要渴慕神的话语 所以心腹 在心腹里面 你要渴慕的是神话语的亲吻 不是真正的嘴对嘴亲吻 在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 不是我们讲的 我们所讲的就是 我们的心 被神的话 完完全全的被亲吻 完完全全的被改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自告的一个请求 所以呢 但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谈到你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那我们要说到 下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一个神恩典中超越性的许悦 The superior pleasure in the grace of God 你知道吗 当你将这个心腹向这个父神请求神的话语的亲吻之后呢 这个心腹叙述他的 他要神的话语的亲吻 他要以第二人称 对耶稣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他对天父说 愿他用口 他用口以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他表示到 神的话语 亲吻我 但是我可以感觉 接下来我就感受到你的爱情 比这世界上所有的酒来得更美 那我们都明白 酒在什么时候场合出现呢 都是在婚宴的时候出现 圣经里面说到耶稣 他也是这个水变成酒 婚宴的时候用酒是代表地上的欢庆 你知道吗 无论是 这个使得欢庆的饮品 都会使人家沉醉的 无论好坏都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看见一样事情 我们说神的祝福就是好酒 但是这个世界上也有低劣的酒 比如说醉中之热 那你知道你说快乐吗 你说这个叫什么 亲近神 然后感到很快乐 其实一件事 是个很真实的事情 其实是个很真实的事情 但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 对那些活在罪中的人来说 我犯罪我也是很快乐啊 你知道你就明白一样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中呢 我们都在一个竞争 We are in a competition a competition of 到底谁的酒比较好 ok 你这个酒哪一个哪一个的更享受呢 就会把你拉过去 所以除非你能够经历神的酒 远远超过世上的罪来得更好的话 这个神的爱比世上的罪更好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胜过罪的淫诱和试探 你知道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当然也很喜欢上帝的酒 上帝的祝福是令我们开心的 比如说经济上啊 医治上啊 比如说 其实我坦白说 我一个很上帝很恩宠我的事情 就是我好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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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都没有人生病的 我知道一样事情 当时我做宣教的时候呢 主其实跟我一个约定就是说 你照顾我的家我照顾你的家 我就发现从那年开始呢 上帝一个特别的保护在我的身上 虽然我勇敢的进到所有的战场里面去打 但是我知道上帝特别的保护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家庭里面 但是在这近几年里面 当我们的战事业神业高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是not that easy anymore OK 不是说神的保护不可以 但是我们所面对挑战更多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 那当我们生命中 所面对一些的祝福被挪去的时候呢 或者是得到某些祝福的话 请问一个问题 你的心里是怎么样子 有些人坦白说一句话 有些人 即使他得到上帝的祝福 他对神的爱并没有扩张 我再说多一次 有些人即使有得到上帝的祝福 他对神的爱并没有扩张 我们看见好多人 上帝也祝福他生意 他夜夜离神 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忙碌啊 不去教会啊 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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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发 找时间 找一个安排这个东西 这样去享受他所赚的 这享受我们所赚的东西是 合理的 就绝对是合理的 但是 他们的心 却没有因为被神的爱 没有 没有因此被神的爱所扩张 无论神的祝福有多少 他不应该是我们内心中心的焦点 说到这里也直接说到我们的福士 我们的启示 我再说多一次啊 我们的福士 我们的启示 你知道有些时候我必须要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在这一群和特别的一群人当中 都是爱祷告的或者带刀者或者是各个的领袖 在我们当中 都渴望神给我们说话 给我们启示 给我们亮光 但是我要很清楚跟你说到一样事情 就是 小心我们生命中的启示 却成了一个绊脚石在我们生命中 我直接说很直白的话 我看过好多人因为启示而跌倒 他不是启示对和错 而是他的心定交在启示 定交在他福士的果效里面 结果呢 他的心被拉走了 他亲近神只是为了要更多的启示 我们真的 人很奇怪 人可以被那么靠近神的东西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被天使所吸引掉 以其来到神的面前 真的会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改变我们的 就是当我们定交在神的面前 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唱这首诗歌 《全心注释你》 这些是其实除了心的亲密 这首歌《全心注释你》也是周慧珍老师所写的 非常触摸我的心 很多时候多么盼望 这里面的歌词 我能够亲身的更深的体验 你知道吗 能够全心的注释神 但很可惜我们人生里面真的很多的责任 我们很多时候把东西被我们拉开 但是同时候我们也真的祷告 神啊 叫我们 叫我们的爱 对神的爱主啊 不无限度的扩张 哦 哈利路亚主啊 我祷告主 在这里 那心腹说 因你爱情比酒更美 你知道吗 他所讲的福音 跟我们所传的福音有点不一样 这里我要好好讲一下 我们的福音是什么福音 信耶稣得永生 记得 信耶稣得永生 耶稣救你 耶稣拯救你 耶稣爱你 但是那个爱你 救你 所有东西的偏重于能够去天堂 偏重于能够离开地狱 偏重于能够得救 没有错 完全没有错 但是他的福音不是得救的福音 当你得救了过后你要做什么 他说因你的爱情比较更美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从同你变成幸福的过程 我们的福事 有一天要与神同坐王 但是你要知道 神要心腹和他同坐王 当我们只是一个工人 雇工的话 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福事 就是为我们累积积分的 就打卡积分的 很努力的去做 但是我们对神的爱 完全没有再加深的话 我们跟神的关系 变成slave master and slave 就是一个奴隶的主人和奴隶 虽然奴隶的主人是挺好的 没问题 但是那个关系仍然是奴隶和主人 神要的是什么 这个福音就是因他的爱情比较更美 就是享受神 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 我享受神的福音 我一生人就是活在要享受神 哇 这个是好厉害的一个福音 我一生人在那世上 我就是要来享受神 那哪有什么痛苦的 即使在苦难中 我在享受神 跟我们一直所传的福音 差别太大了吧 如果我们的神学 就是一个只是停留在十字架的神学 不是说十字架错 我在说 上帝把我们 上帝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有时候你想 你有没有去问这个问题 天父的最大的计划是什么 听清楚啊 上帝的最大计划 不是让耶稣来到世上来修复 他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 上帝的最大的计划 就是为耶稣找一个家 找一个 找新父 这才是上帝最高的计划 人 神要永远跟人住在一起 人要成为他的孩子 他的新父 他儿子的新父 这是他永远的计划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福音啊 当我们没有好好的讲的时候 他没有好好的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 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敬天堂的门票 我们没有享受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只是知道我们要做 因为有一天要被审判 知道这就是我们一直到 我们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直到我们在这世上 其实是在享受他的爱 谁还要你的福音 信了主过后 还要做很多东西 来qualify 来来 要认证 进天堂好好爱说 就可以做王了 不是 神把他的国 赐给他的幸福 因为只有幸福 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是幸福 直到在享受他 我们在欲偿 我们在欲偿神的荣耀 Hallelujah 哇 主耶稣 我们在异常天上的荣耀 我们在异常宝座的那个的荣耀 你知道吗 我们在异常在 我们在异常神的那个爱的那个享受 这就是我们在做什么 如果我们的福音 不是一个享受的福音 不是 这世上的享受 自然而然把我们拉走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 我真的 祷告主一样事情 化我们的近况的时候到了 改变我们的属天的眼光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吗 在整个故事里面 在整个这个经文 这个整个关键的 我在第一课里面说到 前面的这个二节到四节 就有点像是耶利米苏的第一章 这样子 他是一个预告 就是一个总结所有的事情 这个总结是在哪里呢 就是主耶稣的爱 他的爱情比酒更美 比世上任何一切更加美 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那个超越性的许悦 是因为明白神的爱的心肠而长出来 你要快乐吗 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方法罢了 就去明白神的爱 快乐不是透过别的东西来的 所有的地上的享受东西 吃和找就是 它会变成药力不够 not enough dos ok就好像吃药 吃毒品一样子 吃了过后 在醉的 醉的那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吃开过去 你只吃一茶匙的盐 下次你要吃两茶匙的盐 才能感受到咸 然后夜吃夜神 最后拉你到地狱里面去 最就是这样子 让你越来越深 爱 神的爱也是如此的 神要向你显明更深更深他的爱 神要向你显明更深更深的爱 好让你能够更多的 经历到神的那一种的许悦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到最后 我们很多人 很多牧者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进到 他没有最后的熬不过那个试探 他的服饰还是一样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包括其中一首 其中一首歌 我今天领的 这个 For the Lord you are holy 后来他也是跌倒啊 这个带领敬拜者也是跌倒 我不用提他名字 为什么 我听他的敬拜 我真的很享受 但是到最后他跌倒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不能够担保我不会跌倒 我们前面来到 所谓弟兄姊妹妹前说 我又要祷告 我所面对的试探 我所面对的挑战 是绝对不是小的 我没有期待 有一天要走到 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 我真的没有 从来一生都没有想过这样子 但是战战兢兢 站在这里服侍大家 需要你的带导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 为什么会跌倒 我告诉你一样很真实的事情 直到我们一直又一直的 认识神的爱 能够更享受在他里面 不然有一天 醉的试探会把我们追上 很真实的 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让我们真的今天 从这些思路里面 去领受 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福音是什么 你知道有许多不同的喜悦 包括在生理上 情感上 物质上的喜悦 神冲到一切 而其中一个原因是 祂是一位喜乐的神 祂把祂的这一部分 放在我们里面 寻找快乐本身不是罪 但是在不意中 在罪中寻找就是罪 我们渴望快乐 我们渴望分享快乐 那也是个原因 为什么你会 很多人 就是我不是说其他的 其他那些要虚荣的 但是很多人都会把家庭的团区 然后post上去脸书上面 来让大家看 分享那个喜悦 因为或者是喜欢办occasion 快乐 这是快乐是我们天性 我们渴望快乐 我们渴望能够满足 我们渴望 但是在这里面 到底从那里去找 这个东西会完全决定 我们生命会走到哪个方向去 所以撒旦知道这一点 撒旦就假冒神所创造的许悦 好让 好将我们从神那里牵引离开 你知道吗 罪产生即刻的享受 这是一个 我们服侍神并不是马上得到享受的 但是罪却是马上 所以叫做罪终之乐 罪产生即刻享受 我没有人因为责任 我必须要犯罪 我被捆绑犯罪 No 所谓的捆绑 什么东西 其实回到一个主题里面 就是 只有他感觉到犯罪的时候 他会享受 结果之 当他犯罪的时候 他享受过后 他就 他就 他就掉进了一个 一个的 叫做什么 一个的 他接受了一个谎言 就是 罪恶就告诉他说 如果你犯罪的话 你会得到个快乐 是比顺服神来的更大的快乐 更大的许悦 在我的讲义里面说到 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 会产生比顺服神更大的许悦 we sin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it will provide a pleasure that is superior to obey God 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有些时候要明白一样事情 罪的本质是在哪里 是在快乐的角度里面 没有人会越做越痛苦 然后就偏偏要去做 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被虐待 但是 来到罪的时候 倒不是这样子 即使被虐待 他们是属于被虐筐 这是另外一种 知道吗 所以 罪 这个试探的力量 是建立在一个欺骗性的承诺上面 我骗你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你会得到很快的快乐 比为神的活更加满足 他们说 不是每一次我们能够胜过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差那一点点 差那一点点 知道不应该做 就去做 觉得 做一点点不要紧了 我还是会有神的快乐 所以你就是有点像一脚踏两船 你要这个快乐 你要神的快乐 这些都是在于这一个欺骗性的群义上 所以圣经才有这句话 说到 要托弃你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就是因失忆的迷惑而渐渐变坏 拖下来 情义的 这个 这个 欺骗 另外一个经文在西文来书 3章13节里面说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就刚毅了 List any of you harden through the deceitfulness of sin OK 感谢神 给我一点时间 所以在我们当中 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 心里就开始变成刚硬了 所以在这个真理里面 当我们讲到这个真理 乃是雅各后段中 耶稣说 若我们真实在的经历一生的爱 试探和逼迫的大水就不能淹没 神在我们里面的爱 知道吗 种水不能淹没 大水不能熄灭 种水不能淹没 说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我们到后面 一个成熟的一个心腹 就不容易被这种试探的水 为什么 因为那爱情的喜悦 远远远远远的超过一切 最可以带来的 这个的 这个的引诱试探在我们里面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爱为基础的顺服 对神的满足 对耶稣的满足为动力的顺服 英文叫做affection-based obedience It's obedience that flows from experience Jesus' love of affection 然后以爱为基础的顺服 是因经历耶稣的爱而流出的顺服 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 我们也将爱 也将爱回应他 这是最强的顺服 因为这是发自自身 最恒常的顺服 而在一个深爱中 他将能够为了爱 而接受和承受任何的一切 你知道吗 一个真的 痴迷在爱里面的 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 为什么他能够因为爱 能够去顺服 我们爱神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夜深夜深的经历神的爱 你相信神会带你做不对的事吗 我深深的知道神不会 除非我们乱听了 这个是在奇事圣 或者是自己有些幻想 这个可能会发生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的话 相信神的话 我们相信神的爱是超越一切 我们相信神的爱 将是带领我们回应他 我们的顺服都是因为建立在 对神的爱的顺服里面 这将是最强的顺服 最深的顺服 因为我们爱不是因为 别人要求我们 而是因为神的爱 深深的把我们带进这一个里面 但是有第二种的顺服 是什么 这样的顺服 是信心的顺服 或者是说 再没有感受神的同在 仍然顺服 就有点像是 撒得拉弥撒 亚伯尼哥 Sazrak Meshach And Abanigo 当他们在这个 淡尼里的这个 在这个淡尼书里面 在尼布加尼沙王 逼迫之下 他们愿意走进 揪进去火窑 也不要 也不要 过于跪拜 尼布加尼沙王的 这个的偶像 金像 在这我们就看到一样事情 我们信心的顺服 我们信心的顺服 也是很重要 有些时候 我们没有感受到神 但是我知道 这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继续顺服到底 是很好 但是第三个东西 也有一种顺服 叫做以惧怕为基础的顺服 OK 或者以羞耻为基础的顺服 就是我害怕 如果我做错东西 如果我犯了罪 我会面对神的管教 我会面对羞耻 我会面对羞辱 所以我绝对不敢做 这个东西和服圣经吗 是和服圣经的 但是在这里 他不能够永久的激励 我们抵挡罪 是不足够的 有一天 你为了罪 就是许悦 就是说要罪终之乐 什么羞耻也都把它丢下来 这不是建立顺服 而有效的方式 真正有效的方式 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爱 所得到的顺服 然后跟着 跟惧怕罪的后果比较起来 激励 经历神的激励 我们抵挡罪的 更有效的 经历神是激励我们 抵挡罪更有效的方法 所以 你知道吗 他们说一样事情 在一个教会里面 道虽然可以讲得很重要 但是整个敬拜中 我们能够经历到神 经历到神 这是个很重要的 绝对不能够轻乎的一环 我们可以讲到 但是过后呢 那个人怎样去经历到神的爱 怎样被神的话语的亲吻 怎样被神来摸着 那才是个key 那个真正要求 那个钥匙 所以 为什么我们都强调 你要读圣经的祷告 其实它的东西 它的关键点是在这里 你读圣经是 让神的话 好种子种在你里面 但是只有你祷告的时候 你好像浇水在神的道 你允许圣灵有个material 有食材 有材料 能为你预备 这个祂要说的话 所以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做一样事情 神啊 让你的爱更多激励 让你爱 如果你也是有 我就说到我们当中 如果你是业有 在罪上面 包括忌妒 有些人是很小气 有些人很小气 有些人的话 就是很固执 我的感受就是三个 三种 在我们当中 你一定要面对的 在我们当中 有些姐妹 你很固执 你很小气 你要容易忌妒别人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别人讲过你 你不承认的话 这其中的东西是 因为你爱不够 你心不够宽 你没有办法让神 去给他好处 你会觉得很生气 你知道忌妒很简单的 就是别人得到你要的东西 你就很生气 而特别是 来教会里面 在属灵上的 你感觉到 神为什么你给他不给我 有机会我们会谈 等这个series过后 我会谈到忌妒 因为这个忌妒 好像是个毒根 在我们里面 他会给很多理由 很多借口 很多隐藏 其实讲来讲去都是我们在忌妒别人 我们用很属灵的理由来包装 在事工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在忌妒别人 除非你被神的爱 是充满长长的 不然的话我告诉你 你常常活在忌妒小气和固执里面 但是你很有创意 你夜里有创意 你正讲到每个人没话 只有 你有创意来遮盖你的罪 但是为什么你会做 为什么会做这三个事情 因为你在神的爱里面 没有得到完足 你没有办法看不下去 神用别人比你多 你看不下去 神为什么跟他说话没跟你说话 你看不下去 所以有些人甚至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有些人启示好像你的命根 这样子 有人讲你启示不对 你不行了 你就是差不多要离开教会了 别人没有说你被邪灵 没有人说你是邪灵跟你讲话 你只是有时停不准 或者是你的解释过了一点 但是你把它拿得很重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直接说一样事情 其实里面爱不够 里面谦卑不够 里面没有办法被神的那种爱享受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说 你不管你多属灵 你有谁也会听错 就这样子 接受这个事实 为什么不能够被别人纠正 有些启示性的人就很受伤在这一块 原因是什么 原因他是用别人看他的角度 去value他自己 结果出事情了 为了这样子的群绪 一生的人里面在侍奉上不顺利 不值得 天父的我们不是用这方法来量你 我每次用这个例子来说 爸爸要去农场 去浇水 孩子说 爸爸要不要帮你 爸爸说 好 来帮我一起提这桶水 那孩子就抓 三岁的孩子就抓住那个桶 那爸爸在旁边也是扶着 他们说整个过程里面 爸爸自己扛水还比较容易 三岁的小孩拉着那桶 你知道吗 那爸爸还是想尽办法 不要弄倒 因为那孩子不懂得平衡 就这样子来看我们的服事吧 能够成的都是爸爸做的 只要我们不要捣乱就好了 我真的 我一生的你们看见 所有的讲道 所有的服事 都是天父在做 我只是在那帮手 帮脚 就是做一点东西 慢慢我也会长大 会扛多一点水 但是 不要把一切东西 得而而失 成功与失败 来伤害我们这个自己 很真实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真的从心里面要劝你 如果你有固执 小气 嫉妒 真的 在雅各里面 被神爱 因为这个过程 这是很苦毒的东西 如果你不处理它的话 你在你的教会里面 你会很痛苦 我直接说 你会很痛苦 别人说你也是很爱神 但是 就来到这个福祉里面 你就成了一根尺 不是你要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勾进 神的爱的顺服里面 你要让 因为罪是很创意的 我们越害怕被抓到的话 我们就越创意 一个小孩子要偷看 手机里面一些游戏 他就开始 开始的创意就是开始关门 妈妈不知道 后来就是放手里面 后来就是 预备了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 这个一个是 那个 妈妈一来说 转一个 转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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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platform 妈妈就 抓不到了 因为妈妈也不守电脑 你越来越聪明 或者就是早早睡 哇 很乖 但是半夜爬起来玩 有啊 有种的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对付罪的方法 只是用那种害怕的话 你会让人家越来越聪明 所以到最后来讲 关键就是 我们是不是享受神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享受他的后观受 我们犯罪是我们内心即可 而却没有从神那里面得满足 简单来讲 我们为圣洁的奋斗 必须与我们追求神里面的满足相结合 我们一定要记得一样事情 我很努力做 我很努力地追求圣洁 这个追求圣洁 不是像马丁路德 跪着 爬上一个有玻璃碎的 那个梯子里面 有人 一个主教跟马丁路德说 你要爱神 他说 为什么我爱神 我恨他 不知道多少 他这么痛苦 要胜过我生命里面的罪 他并没有满足于神 我们要在主里面得到满足 罪就不是什么东西 这很真实的 在神里面得满足 罪就算不得什么东西 那许多人使用羞耻和惧怕方法 来激励人家所一系列的规条 what to do what not to do 那最终的时候 最终的就是 罪的那一则的 那个bargain 罪跟你讨价还价 最后也还是最 长眼来讲 最有威力的 什么 所以我们才有句话说 the rules is meant for to be break 这个规条就是写出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 犯这个规条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犯罪得到的享受 方便各方面 最后还是会胜 除非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得到满足 然后就说到这里 继续要向前走 所以 除非当你清净圣洁 而得到许悦 这些摩西 他在这个埃及能够享受 肉体的享受 财富 荣华富贵 但是他就选择了更大的财富 所以他就经历了 他被神的爱所吸引 从被这个荆棘火焰里面 一见的神 就让他生命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说一样事情 我们真的一定要在神的爱里面 里面得满足 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 11章24到26节 我们说到摩西因着信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他看着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 因为他可想所要得的赏赐 罗马书里面说到 我想现在所受的苦 是至赞至轻的 OK 对不起 所受的苦 比起将要显一文的荣耀 就不足以介意了 OK 哥林多后书这里说到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为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所以直到我们看见神的荣美 直到我们看见神爱的荣美 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在罪里面 真的能够打长战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就讲到神爱 想要问一个问题 神怎样爱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神是怎样爱我们 在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 主耶稣强调 父神以他爱耶稣那一般的爱 来爱他的百姓 我在说一样事情 父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 父神 圣父 然后耶稣是圣子 然后我们就说圣灵 耶稣在说 圣父怎样爱圣子 圣父用同样的爱 来去爱我们这些圣民 圣父如何爱圣子 请问 在世上还有别的爱 比这个爱更大吗 有没有任何的爱 比神爱神的爱 圣父爱圣子的爱 神用这个圣父爱圣子的爱 来去爱我们 有没有比世上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呢 有些人会以为 我们要做好多东西 神才会爱我们 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也要藏在我的爱里面 天父怎样爱耶稣 耶稣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 还有能够比这个更大的爱吗 没有了 maximum 玛丽全开 最顶级的爱 神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 所以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 而且耶和福音17章23节说到 叫世人知道你猜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父神爱我们就如父神爱耶稣一样 这是最顶级的爱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17章26节 我也将你的名字是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I declare your name that the love that the love which you love me may be in them 不得了 当我看见这个启示的时候 我吓坏了 为什么我都没有注意到 耶稣讲的是这么认真的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是 耶稣爱我 看啊耶稣 这个我幕会久了 我都会知道了 很多对我们之后说 什么东西叫牧师祷告 因为神比较爱牧师 牧师负负责的那个功 不知道他怎么行 他心里怎么算的 是不是神比较爱牧师呢 还是因为牧师的功德比较高点 叫什么祷告神比较听 还是牧师跟神的关系比较好点 所以他比较会采 比较理听牧师的话 不是圣经里面说什么 天父怎样爱耶稣呢 天父就怎样爱我们 天父怎样爱耶稣呢 耶稣就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 没有办法再加多一厘米在上面了 已经是maximum了 这就是你 这就是我在神面前的身份 千佣姊妹们 你的身份是什么 就是神用神爱神的方式来爱你 你的身份 你的价值高到一个地步 耶稣为什么上十架 因为他爱你 就好像天父爱耶稣一样 你说不可能 你还没说 很难明白 很难接受 我有孩子 我不可能爱别人的孩子 像爱我的孩子 所以父母在世上 没有办法 just cannot 你没有办法明白 所以你需要神启示你 需要神启示你 你无法去明白 无法去接受 耶稣是怎么样去爱我们 对于我们的身份价值最高的描述 就是耶稣以父神爱他的爱来喜爱我们 所以已经没有存在着 我做某一些东西 结果神不爱我了 没有存在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爱 这样的爱是不会被你摇动 不会被你做什么而摇动 不会被你的身世而摇动 神用神爱神爱来爱你们 这是绝对不能被摇动的一件事情 然后 我们明白耶稣对我们爱的感受 唯一的标准 准确的答案就是 天父对耶稣的爱 How God loves us The only definition The only answer Only accurate measure In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Is how Jesus feels For us is The way that the Father loves Jesus 唯一的方法 你说不能接受 不能够想象 圣经里面说 这就是神 耶稣讲的话 重复讲了三次 That's why 爱我们需要启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启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亮光 为什么我们活到没有办法进入他所有的应许里面 因为在这个的认知里面 我们还离了很远 好 可能你说 牧师经里分享了 我懂了 耶稣就这样爱我们 理性上你明白 经历上 你还有一段路 你要去经历它 你要去经历它 耶稣爱我们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 我们 我们 的动力 我们想办法 说服不了别人的话 我们就想办法用理性 规条啊 道理啊 reasoning 但神说不用 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规条 但是我要你经历我 我要你坐在我脚前 我要你去享受 知道 我是这么样真正的爱你 Oh,Hallelujah 是的,主 主啊 带我们进入到主你的爱里面 带我们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让我们真正知道 耶稣 你爱我们就像天父爱我们一样 主啊 超越一切 主啊 在我们在有限的认知里面 主啊 主啊 放下主耶稣基督的许愿 这样我们常常在人的面前 我们感觉到被拒绝 自己做的不好的那一个空虚 在耶稣的许愿 耶稣对我们的许愿里面能够完全得医治 主啊 我要祷告 主耶稣释放 主啊 医治我们心中容易被嫉妒 容易 主啊 并未比较 而主啊 感到害怕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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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软弱里面 主啊 叫我们的自由释放出来 神啊 我祷告 主在今天 圣灵主啊 你的火焰主 烧在我们里面 烧在我们里面 比一切更多 更深 Oh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Hallelujah 所以在福音里面 神呼召我们乃是活在神那辽阔的爱里面 所以他才会说到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不能明白基督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读的 It's beyond It's past knowledge 比人能够想象的更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亲吻 神话语的亲吻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许悦 神话语的感动 神的那个许悦在我们里面 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 我们就是已经被了一种 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 哇 主啊 我真的想象我们 我们很短暂我们自己 很短暂 我们这平白无故的 过那么潦倒的福音生活 其实有个这么美丽的 这么荣耀的一个呼召 叫我们成为耶稣爱我们 像天父爱我们这样子的身份来过生活 而我们却活着像个奴隶 没有真儿子的心 没有心腹的眼光来看望我们自己 神啊 主啊 因此我祷告主 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进到更深之处 哈喽 你知道当时候 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 门徒当时其实并没有这么成熟 如果你知道耶和福音 神记长过后就发生一样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彼得耶和他们在耶稣被捕的时候 全部逃跑 他们就全部逃跑了 他们很痛苦 口口声声说 就是到时也要跟耶稣在一起 到时到最后的时候 全部跑到一个人都看不见 耶稣将他的坚定的爱告诉门徒 即使当天他知道他们会不认 背叛他 不认他 门徒感到非常定罪 但是神说 我还是永远的爱了爱你 像天父讲爱你 他爱你 可能当中我们也有一些人 你曾经失败过在事丰上 跟人关系上 你知道你这是那个问题 但神说 我不会因为你 有着软弱 而重新来评估 我是怎样爱你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 以神的爱隔绝 这种姊妹们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爱是靠工作 功德 靠顺服来换取的 绝数成为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我们 耶稣知道唯一能够稳定他们的 就是让他们知道天父 是如何的感受他们 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讲的那个猫不黑肥的故事吗 当我暖落的时候 我知道一样事情 天父的手正在打开 准备把我抱着 至于把我避到悬崖边 但是我知道我能够赶紧跳进天父的怀抱里面 我想都不要想 我知道他爱我 想都不要想 一分钟都不要想 一秒也不要思想 我就跳进神的爱里面 我知道另外一边 天父他一定把我抱住 You hope me You heart me 除非你不知道他是这样子爱你 除非你觉得他 你怎样看不起别人 就是神怎样看不起你的方式 你苛刻 你觉得神也是很苛刻 不然不公平 在这恩典里面 上帝已经填补所有的不公平 不是神是不公平的上帝 Let's deal it in another platform 在另外一个平台去抉择问题 现在我们是谈到神对我们的爱 当你知道神赦免你有多少的时候 你就知道神知道 你就能爱神有多少 当你知道神已经饶恕你那一千一千万两银子的 你就可以去饶恕那欠你舍两银子的人 只可惜 你还是想尽办法要还那一千万两银子 所以在你里面有许许多多痛苦的生命 你就是想要还这一千万两银子 你就跟别人说 给我你那十两银子 因为我要用来还上帝 对神的启示 对爱的神的启示是今天教会就需要的 有人说一句话 麦比克说一句话 我们讲到很多东西 但我们没有讲到神 我们讲到很多 怎样成功 怎样得胜 怎样得释放 神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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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没有传讲神是什么 神是谁 包括随在内 最近我在想一个主题 如果接下来的这个时代里面 将是一个安静的安息的时代 The year of the decade of rest 那我要怎样安静 安息在神的里面 我就回去找我的所有的奖章 这几十年来讲到的奖章 我吓了一大跳 我从来没有讲到什么叫安息 难怪我就是冲冲冲冲冲 同样的可能今天 你需要来重新想象 天父是怎样爱你 你就开始能够把人家放掉 从手中把那些伤害你的人 亏欠你的人 所谓的亏欠你的人 不一定是他 别人亏欠你 可能是你亏欠他别人 把他放掉 跳进天父的爱里面 主耶稣主啊你帮助我们 真的领受这个启示 哈喽 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讲爱神 现在有个问题 现在你知道神爱你是用神的爱来爱 现在我们要知道一样事情就是 我们需要用神的力量来爱神 你有办法爱神吗 上帝的爱像一座山那么高 你的爱有多高 我的爱有多高 我的爱和你的爱真的是不够 现在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力量来爱回他 怎样能爱回他 很简单吧 爱就是当你感受到爱的时候 你就会很享受起爱那个人 当你知道你的丈夫何等爱你的时候 何等爱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对他的爱就升温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你感受到神爱超过所求所想的时候 自然而然主 你就会对神爱就开始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因为神爱是完美的爱 我们懂得爱 或者懂得去追求和享受 懂得爱神 是因为我明白他先爱我们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能够去享受他 我常常跟我师母说 我很喜欢你 我说糟糕了 我很喜欢你 为什么不用我爱你呢 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呢 就是 我爱你 I love you 但是 我很爱你 但是我不喜欢你这样子做 孩子 我爱你 但是我非常生气你这样子做 所以我换一个角度 我常说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这样子 我喜欢你那样子 大家讲是另外一种的感觉到 meaning is that I enjoy to be with you Do you know that God enjoy that you are in his presence 你知道吗 知不知道神真的很享受你在他的同在里面 Instead of you say that you enjoy God's presence 以其说 我享受神的同在 但神今天早上要说 我享受你 早上来到我的面前 I enjoy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coming 有没有试过去一个老者的家 没有什么人看到 在那边 你不是只是送礼物就走 而是坐到他旁边 和他一起吃饭 跟他聊一个下午的警察 当你走的时候 他很舍不得你说 你来到我家里面 我很享受你 很想 Just enjoy that moment 这疫情 我们很多地方不能去 我很想念一些的朋友 但我们就不能够再见面 只我们都没办法满足这样的 神说我享受你 I enjoy you 主啊 教导我们享受你 享受你的同在 主啊 享受你 更重要 主 让我们知道 主 你享受我们 在你的面前 享受在你的面前 享受在你的面前 主 你享受我们 在你面前 即使当我们一个人 在我们安静的时候 你享受我们安静的时候 主 你享受我们坐在你 哈利路亚 使得住 主 我们要享受你 主 我们要享受你 主 我们要享受你 我的两人 愿你爱来吸引我 我的两人 我也永远跟随你 我的两人 愿你爱来吸引我 我的两人 永远永远跟随你 你几些爱火烧在我的心上 你几些爱火烧在我的悲伤 我要认识你 我要追求你 我的两人 愿你爱来吸引我 我的两人 愿你爱来吸引我 我的两人 愿你爱来吸引我 我的两人 我也永远跟随你 我要永远 爱你 耶稣 我要永远 跟随你 跟随你 我要永远 爱你 爱你 耶稣 不叫我忘记 不叫我忘记 这爱去 你爱你 你爱你 总是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你的爱 你的爱 总是不能熄灭 总是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你的爱 你的爱 总是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你的爱 我的两人 愿你爱来吸引我 我的两人 我也永远跟随你 祝今早上 教我们更加爱你 教我们体验主你的爱 教我们体验 父神里合得爱我们 祝我们能爱你 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我感觉到神说 将我们把我们的重担 把我们的重担完全的写下在神的面前 你不是在努力说神啊爱我多一点 你不是在努力说神啊求你爱我多一点 因为神已经用完全的爱来爱你 因为神已经用完全的爱来爱你 我信我们 谢谢你主 亚哥的一章 第三节说到 你的高有心香 你的鸣如倒出来香高 谁种同你都爱你 然后你没有办法爱一个 你没有感觉到他的良好美好的人物 神要把他的香高 让他的香气 倾倒在我们的这个启示里面 其中一个东西 神不单单只是告诉我们 他多伟大 他多多爱我们 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讲 神真是佩德 神伟大 但是 光说神佩德 神伟大 不足够了 直到你真正能够感受到 他是如何的美好 像我刚才所说 我唱到诗歌 耶稣你是圣洁 你是佩德 你是何等美丽 直到我们看见神的美丽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去感受到这个的美好 你知道 有些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一样事情 他说 一罐价值 挣三万块 马币三万块的香水 他说他的一个朋友 他有一瓶价值马币三万块的香水 他说 你如果把那一滴的香水 滴在地砖上面 接下来一滴罢了一滴 你无论用什么的清洁剂去抹它洗它 他将会在那里分香几年 都不会退去 一罐三万块的香水 他说 香水真的是可以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滴下去的话 再也抹不掉那个香味 我们 生活中没有用香水 人无法明白 感谢神 有这样的朋友都告诉我这样的事实 他们说 很多很多的玫瑰花瓣 才能提炼一小罐的玫瑰的香味 香水之所以贵 因为他是把所有的美好的精华把它抽取出来 同样的 在雅各里面 在讲到这个 你的高油心香 是指到他的内在生命 耶稣 他在想什么 他在感受什么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 神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的 OK 神真的要我们去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做 他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一个父母 我们都跟孩子说 我都是为你好耶 孩子无法明白你的好 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痛苦 因为你的好不是我的好 是因为孩子无法去体会妈妈对他的害怕 对就是对他的那种担忧 为他的好处 为他长眼的计划 他没有办法明白 知道有一天这个女儿已经做了妈妈之后 他讲妈妈谢谢你 你为我好 你当时这样子对我是为我好 知道 当你慢慢去体会一个人的思路 情绪 你才能够去明白这个人 神的香气就是他的思路 How he feel about you 他怎么感受你 他在为你想些什么 你知道我有三个孩子 然后我就 每个人都每个爷都要存款啊 就是为了他们的未来 好 省之俭用啊 这很正常的 作为一个牧者 就是作为一个父亲 别说牧者 作为一个父亲 我们都会这样子做 那有一次呢 我在做做账 电脑做账的时候呢 女儿就从后面走过来 就是跟我说 好 我看到了 我的名字 我弟弟的名字 我妹妹的名字 我妹的名字 我弟弟的名字 他在看 我有这么多钱 有这么多钱 妈妈有这么多钱 他看完过后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爸 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 我突然间吓了他跳 似乎他没有问我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没有私房钱 我从来想 哦 我的钱啊 你们 我的未来就是你们 我没有为我自己 以备什么东西 我没有为我自己以备私房钱 做什么东西 我所有东西都给了你们 不可以 我一定要说 不可以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钱 这叫公平 这个是小小的时候 当他大小的时候 就跟我说这句话 我也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直到你去明白 父神的想法 父神的心的时候 你才能明白 为什么这样子做 你知道吗 神的管教都是爱我们的 多少人你相信 没有 相信 当你受管教的时候 你会这样想吗 为什么神你要把这东西 从我身上拿掉 当他变成偶像的时候 他一定要拿掉 这是真实的 你知道吗 这新父享受神的香气 他享受到神爱他 他知道所有东西所发生的 都是神爱他 都是神在做奇妙的事情 他何等爱他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香气 一表着保罗对耶稣的认识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圣 接着我们在各处传扬他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在格林多后书2章14节 你知道保罗形容 那个认识神 认识神的在想什么 他的爱 他的激动 他在想什么 这个香气是非常重要的 那神会把耶稣基督的香气倾倒下来 好让列国能够来转向他 你知道圣经在这个 这个 在这个 哈盖书2章第14节里面说到 认识耶和华的荣耀 荣耀的知识要充满这地 神要把耶稣基督的荣美 倾倒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认识他的属性 我们就有 我们就高举他 知道这是神在做的一样事情 在这末后时代里面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明白一样事情 神把他的名 耶稣的名 倾倒在列国当中 耶稣基督也把他的名 倾倒在教会里面 将会有两个的认识 一个认识就是列国来认识耶稣基督 一个就是教会来认识耶稣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 神有兴起的有什么 有赐的有使徒先知 传福音牧师教师 为的是什么 叫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异认识神的儿子 你要认识神的儿子 不是认识教会的意向 不是认识教会的目标 有时候我在想到真的 有些时候 我牧者会不会把教会的目标 高举超过耶稣基督 我不是说每个牧者这样子 千万不要拿这句话回去 这只棍子回去打你牧师 没有这个意思 但我要说的是 真的耶稣基督在 把他高举在他的圣徒当中 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的话 得到他启示 我们就会更爱他 所以主要把这个的启示 给他的所有他的孩子 这是这个将会影响到我们的 所以呢 在圣经 在这个雅各里面 还有一个人就是同你 同你就是雅各里面的 耶路撒冷重你子 他们很真诚 但是不成熟 不像信父 他们在雅各中 他们一直在寻求耶稣 但是却没有像信父那一般 全新的为生 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良人 耶稣基督只是其中一个 但是最终的 神要把他的教会 借着把他的香膏 倾倒在教会里面 让教会完全得到耶稣 爱耶稣 超过这一切的东西 你知道 我有时候在想Covid Covid 让我们很多事工 很多东西停下来的时候 其中一个关键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忙忙碌碌 节目各方面的东西 不是不好 我真的羡慕一些教会 他们在传福音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我真的是很羡慕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使徒性的 所以我的服侍的工作 比较多是在外面 没有办法像一个全职的牧师 那么好的治理自己的教会 但是在同的时候 不管是在教外 就是教会外面 墙外或墙内的工作 那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最后 是不是耶稣的名字被高举起来 这才是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神向人启示神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雀跃万分 没有比任何东西 领受耶稣神对人的歧视 那种的许悦 这就我就明白 为什么那些有领受歧视的 领受亮光的这些 会感觉到非常的许悦 非常的快乐 就是有原因的很可慕 神更多跟他们说话 这是我完全能明白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得到的是 别人关于别人的歧视 还是关于耶稣的歧视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因此 我们要祷告一样事情 祷告主一样事情 那我们将会 求神赐给我们 这种的热忱 来认识耶稣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生命中 各种的苦难中 我们都能够忍受 能够突破 那我今天要以一个来结束 来结束就是 讲到整个的 这个耶稣对我们爱的五个动作 一个五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让他当 在这个整个的雅各里面 他有一个转捩点 就是在这个雅各的第四章十六节 四章的十六节 四章的十六节 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分水岭 前段和后段 雅各八章 当然我们知道雅各八章 但是 这个故事也是一关 转捩点在那里 在那里 心腹呢 呼求 呼求风吹降了他的原子里面 好让神的香气 然后传递在他身上 而从他身上 这个香气也是营溢出 这个耶稣基督的香气 这个简单来讲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这一点 这个需要点时间来讲解 但是简单来说 你越多认识耶稣 有一天 你的身上也带着认识耶稣的香气 我认识一个 有一次我的牧师 跟我们同工讲一句话说 有些人会说 我多么像某某牧师 怎么会讲到 我多么像 多么渴望像某某一个牧师 这么会牧会 带领教会 但是他指着有一个人 叫做Edward Miller 如果大家知道谁是 爱德华米勒的话 就是以前在阿根廷的大复兴家 后来在美国 他跟神一个很亲密关系 他的服饰 现在是John Miller 在带着 常常来到台湾 还有包括马来西亚 其他国家 他在美国 还有一个叫做Robert Miller 就是他另外一个儿子 叫Edward Miller 这别人怎么形容他说 我多么希望像Edward Miller 这样的认识神 为什么会有人会说这句话 是因为他可以从他身上 得知到神是个怎样的神 这是很真实 然后呢 所以我们到时候 我们会更多的谈这一段 好 好 感谢神 等一下 好 感谢神 最后一个我要很简短的来 来分享的就是 耶稣基督强调 父神那些的香气 在这里呢 我们用路加福音 很快的很简单的 来看耶稣基督 就是天父爱我们的一个情怀 很简明的 对耶稣这个情怀的一个简数 OK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第二十节里面说到 一是 起来 往他父乃去 这是说的浪子 相离还远的时候 他的父亲看见了 就动了痴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以他亲嘴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五个的动作 第一个 什么动作呢 就是看见天父亲 看见浪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看法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感谢神 我们知道我们的父其实一直在门口看着我们 等待我们 但是他看我们 他看见我们的时候 我们从外边回来的时候 我们全神都是猪的味道 因为浪子的故事嘛 他是给养猪 猪的味道 臭脏脏的 衣服破烂烂的 身体脏兮兮的 但是天父的看法 是不是说 带他去洗个澡茶来见我 没有 天父就冲过去 这是看 这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看法 第二东西是 父亲为浪子动了慈心 feel compassion 在他的软弱里面 他感觉很怜悯他 不是在软弱里面说公平啊 不公平啊 对啊错啊 管教他以后他又再来做这样的事情 不不不 他没有做这个事情 他对他充满了怜悯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明白神是怎样子来看我 第三我们看见一样事情 这个父亲呢 跑向那个浪子 he runs towards 这是神主动对他子民的行动和主动 他自己take initiative 他冲过去抱我们 所以神亲近我们 如果我们亲近他 他就更加亲近我们 我们叫做我们亲近他 他被亲近我们 我们这个其实关键点就是 we respond to his grace 我们回应他的恩典 我们在回应他的恩典 第四就是 这个父亲在拥抱这个浪子 父亲对他子民的喜爱 要抱住我们 最后就是 这父亲亲吻这个浪子 神渴慕能够以他的子民亲近 亲吻 这五个动作就是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性情 他只能看我们 他怎样感受我们 他怎样跑向我们 他怎样拥抱我们 他怎样亲吻我们 在今天的这个的信息里面 我们要知道一样事情 神真的爱我们 比我们所想象的 来更加的深 更加的真实 所以在今天 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在我还没有把这时间 交给Rebekah之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再次的来 等候 来安静 来回应他 天父我们 这时候 谢谢主 因为你 就是如此跑过来拥抱我们 你 你并没有主 把我们当着主 是次等的公民 你并没有等待我们做得更好 才来接纳我们做 做我感谢你做 因为主你的爱做 因为主你的爱做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用那完全爱来爱我们 父啊 你是用主啊 天父爱我们的爱来爱我们 天父爱耶稣的爱来爱我们 主我们在这个时刻 主啊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感恩 感谢 圣灵谢谢你主啊 来带领我们 谢谢你主带领我们主啊 这个时候主 谢谢你主奉靠耶稣去的名字 叫我们主啊 在你的爱里面 主啊 真的能够主啊 体验到耶稣基督的香气 耶稣基督香气的荣美主啊 耶稣基督香气的荣美主啊 耶稣基督香气的荣美主 主啊很多时候我们 主啊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但是神啊我们向你求主啊 你要亲自来光照我们主啊 亲自来光照我们主 哈勒路亚 谢谢耶稣 就在这时候主我们把主啊 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带到主你面前 主你自己的花的光光照我们主 叫我们爱你跟神谢谢你 体验你的爱 体验天父的爱主啊 我们就能够爱你跟神主啊 谢谢你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